话说1961年的时候 我国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武保护名单 其中的包括19处墓葬 还给这19处墓葬给编了号 大名鼎鼎的秦始皇帝陵 只排在第三 那么请问前两名是谁呢 小伙伴们可以自行暂停猜一下 这第二名呢是孔林埋葬了孔子的后裔 传说孔子也埋葬在里面 但是没挖过所以不确定 第一名呢是华夏第一陵皇帝陵 不过皇帝陵呢只是个衣冠种 你猜对了吗 我还以为第一第二是吕不伟赖呢 虽然还明第一第二的墓葬 一座是衣冠种 另外一座不确定是否真的有孔子遗骨 但是丝毫不影响这两座墓葬的神圣性 皇帝是人文初祖 孔子是至圣先师 直到现在 这两座墓葬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国家祭典 祭祀这两位先祖 他们代表的是华夏大帝五千年来 绵延延延延不绝的人文精神 和文明血脉 那么在考古学上 在发掘过的墓葬中 皇帝到孔子之间的这段时间 华夏大帝人文初心的这段时间 墓葬到底是什么样呢 我们这就下去 去地下去看看夏商周 上集我们说到 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 墓葬就显现出来的等级分化 就比较明显了 梁祖反战大墓 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但是梁祖文化 在距今四千三百年左右 走向了没落 而且也只是一个区域文化 反而是中原地区 在这段时间逐渐走向了文明记载中的夏商周 扛起了普照九州的文明的火炬 我们先来说夏 夏朝比较尴尬 我们一般认为河南演示的二厘头 大概在公元前1700年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 跟史书上的夏代 推测时间是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 关系比较密切 二厘头和夏的时间是有差异的 但是也有重叠 但是我们不能就说二厘头就是夏 就算二厘头十分耀眼 遗址现存面积有300万平方米 发现了迄今为止 中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系统 最早的青铜里气群 最早的宫殿建筑群 最早的观影作坊区 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场所等等等等 就算它被誉为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 最早的核心文化 最早的广域王全国家 最早的中国 华夏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就算如此 我们也不能说 二厘头就是夏 你那个不说 说的挺多的 不开玩笑 因为有些东西它没有实锤 那就是没有实锤 既然我们要讲科学 那就要科学到底 咱们只能期盼考古学家们 可以挖出更具有决定性的证据 在此之前 还是让二厘头就做他自己吧 如此耀眼 文明要素如此应有尽有的二厘头 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的话 那就是他啥都发现了 偏偏没有发现王级别的大木 这非常不给我面子 你让我这个课程很难做 那没有王木 有什么木呢 可以分为大中小五四种木 我们先来说大木 这个所谓的大木 也只有一座 面积达到了20平方米以上 结果就这一座大木 还被盗墓贼给挖空了 没剩下啥 你这样我这课程就更难做了 没啥好说的 给大家看一下图片 演书一下吧 那剩下的就是一些中小型木葬 在二厘头两平米以上 就算是中型木了 一平米左右的归入小型木 我们先来说小型木葬 就是这样 基本上就是一个两体裁坑 勉强能够放下一个 永久躺平的二厘头普通人 翻个身都困难 基本上也没啥嘴帐品 无木那就更不用说了 那就是不专门挖木坑 只是随便把人埋在灰坑 或者说土里面 这种情况下的遗骸 也是乱七八糟的 姿势拧吧 缺个不少腿的 双臂捆绑的 断头解肢的 啥样都有 可以推测 生前都有过比较悲惨的遭遇 剩下的就是全村唯一的希望 中型墓葬了 还好二厘头的中型墓 支弄了起来 尤其是这座最著名的 编号02VM3的墓葬 面积差不多有两平米多一点 典型的中型墓 墓主人是一个 30岁到35岁之间的男性 墓里边的随葬品相当丰富 铜器 玉器 七一器 白桃器 海贝都有 当时比较贵重的器物 可以说是齐活了 但是最让我们这些龙的传人沸腾的 就是他随葬了一条龙 三葬一条龙 这条绿油油的龙呢 有2000多块绿松石碎片 组合而成 长64.5厘米 原本呢 应该是嵌在某种有机物的表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条龙呢 龙头很方 龙身弯曲 龙尾内卷 躺得不是很平 其实刚发现这条龙的时候 它是躺在牧主人的骨架上的 大概是从肩膀到宽骨的位置 很有可能是牧主人下葬的时候 右手就搂着这条龙 姿势应该是相当霸气的 另外呢 在龙的旁边呢 还有一个铜铃 这铜铃呢 也是二厘头豪华墓里才能有的东西 种种迹象表明 这条搂着龙长眠的男人 绝非等闲之辈 在二厘头里高低也算是个叱咤风云的大老啊 但是他是王嘛 可能性嘛 就跟他这个墓葬面积一样 没有很大 由此呢 可以推想 那座被刀空的二十平米的大墓 该有多少宝贝与我们实质交臂啊 所以啊 二厘头有四种典型墓葬 二十平米大墓 抱着龙的中型墓 两体裁坑的小型墓 以及最可怜的五木啊 已经划分出了明显的差别 这种差别呢 在进入商代以后啊 会越来越明显 会以一种更加触目惊心的方式被凸显出来 血腥与残忍 将会成为墓葬等级最普遍的装饰 考古上 商文化一般分为早商和晚商 早商中心的是河南郑州二厘港 晚上中心的是河南安阳营区 早上二厘港时期啊 这墓葬呢 基本上都是土坑墓 以中小型墓为主 可以说是继承了二厘头 没有发现王级别大墓的传统 这也能继承啊 但二厘港的墓葬呢 已经出现了商文化传统的 两个标志性特点 腰坑训狗和训人生人 第一个特色 腰坑训狗 就是在坟墓底部 墓主人腰部的位置 往下挖一个小坑 坑里边可以放随葬品 也可以殉葬狗或者人 其中呢 殉狗是最常见的 这种行为呢 很特殊 学界有说是用来奠基的 就像我们修房子 做工程啥的 要选个吉时 放个鞭炮 整个破土动工仪式 在古代呢 可能还要杀个鸡 放鸡血 告为一下土地鬼神 这就叫做奠基 也有学生认为 狗呢 是用来守护墓主人的 具有这个守护震墓的功能 那这两个说法呢 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讨论讨论 重点是记住 腰坑训狗 是伤人墓葬的特色 第二个特色呢 就是训人生人 训人和生人 还是有区别的 训人呢 是给墓主人陪葬的 主要是墓主人的 近亲或者近侍 而生人呢 是在祭祀仪式上杀的 主要是俘虏和这个奴隶 虽然横竖都是个死 但是非要分个高低的话 这个训人的地位呢 可能还是要高一点吧 啊 这该死的胜负语 2001年的时候啊 我们发掘了一座 二里港墓葬 墓里面呢 有三个人 居中的就是墓主 他是一个20到29岁的男性 左边呢 是一个双手向上弯曲 年龄约20岁的女性 右边是一个双手交叉 捆绑于头顶的 约10岁左右的小年轻 而且从捆绑双手来看呢 很可能还是活埋 活训 进入到晚上殷居时期 啊 我们就不得不好好的庆祝一番了 因为终于有了正儿八经的亡灵了 还是史书上有记载的朝代的亡灵 这个亡灵呢 一如既往地继承了 早上墓葬的两大特点 训狗和训人生人 同时呢 因为亡灵很大 所以呢 训生的规模也很大 尤其是训人生人的规模 巨大 有多大呢 首先呢 这片殷居亡灵遗址 东西长约450米 南北宽约250米 从1933年起至今 相继发现了14座大墓 2500多座陪葬墓和集丝坑 出土了数量众多的 制作精美的青铜器 玉器 石器和陶器 局势文明的苏母屋顶 就是在这一带发现的 其次呢 这个陵墓的规模 也是空前的 银须亡灵呢 还是数学土坑墓 只不过呢 这个坑有各种各样的形状 可以分为这么几类 像十字形状的这个墓葬啊 叫亚字形墓 为什么不叫十字形墓呢 也有人叫十字形墓 但是呢 更像是甲骨温中的亚字 它是这么写的 同理啊 这种呢 叫中字形墓 一条木道的呢 叫甲字形墓 这里还有一个 独特的四四方方的墓葬 因为它还没有修完 所以很多学者认为 这个可能是知名的 暴君骤王的墓葬 不管长什么形状 亡灵区的这十四座大墓呢 规模都非常的大 基本上都有好几百平 以不大不小的亚字形墓 M1001为例 南北长度 算上墓道 可以达到七十米左右 宽度在四十多米 深度呢 是十点五米 数字可能不够直观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发掘照片就清楚了 有没有感受到 来自伤亡大墓的压迫感 照片里面的发掘人员呢 小的就跟陶俑一样 这可是三千多年前挖的 别说挖掘机了 这个时候连个铁器都没有 我们前面说了 木大 殉葬的规模也就会大 还是以M1001为例 在木坑底部发现了有九个坑 以前一个腰坑 现在九个坑 每个坑里面都有训狗和训人 算是腰坑训狗的豪华板了 除此以外 果的外侧还训一人 果顶附近的训十一人 南木道 人头股四十二个 无头人股家五十九个 北木道 人头股十四个 全区人股家一居 西木道 人头股十一个 全区人股家一居 东木道 人头股六个 无头人股家一居 加起来轻轻松松上百人 不知道这个墓主人在下面会不会觉得挤 M1001的墓主人可能会觉得不挤 但是M1550的墓主人 还是会觉得有点挤 太占地方了 于是干脆收起套路 只要人头 M1550的北木道 就发现了有人头 235颗 南木道有8颗 加起来有243颗 摆放的那叫一个整整齐齐 强暴政表示得到了治愈 同时啊 这片亡灵区呢 也是商人祭祀自己线索的地方 所以呢 还在这里杀了很多的人用来祭祀 埋葬了大量的生人 东部这一片秘密娃娃的小坑 就是埋葬生人的祭祀坑 经过考古学家非常辛苦的计数 这一片的祭祀坑超过了250座 其中每个坑都要埋好几个生人 保守期间 以每个坑五个人来计算 那么仅亡灵区的生人数量 就超过了一万人 那么被残忍杀害的这些生人 都是什么人呢 主要是枪人 这个枪人呢 他跟现代的枪族关系不大 他是商代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西部 以及甘肃一带的外族 是当时的商王朝重要的军事打击对象 也是大量的战俘来源 和祭祀材料的来源 甲骨文中有将近2000条 关于杀枪人的记载 杀法呢也是比较丰富的 可以分为伐枪 碎枪 祖枪 锚枪 这几种 伐呢就是看头 碎就是用大斧子织紧 祖呢就是放到岸上剁 物理意义上呢 人为刀祖 我为鱼肉 锚就是从中间劈成两半 我们来看这个锚子 这多形象 甲骨文中的一次性杀枪数量啊 最常见的是 一三五十 多的时候呢 一次性杀百枪 乃至三百枪的情况都有 可以说是想杀就杀 想杀几个就杀几个 想怎么杀就怎么杀 完全不把枪人当人呢 更可怕的是 1984年的殷墟 还出土了一件铜眼 里面呢 还有一颗圆滚滚的脑袋 眼是古代的蒸锅啊 下半截装水 中间呢 是带小孔的壁子 上半截放食物 腿下边生火 就能够挣东西了 当时这东西出土了以后啊 考古学家都没敢想 就猜呀 这脑袋是不小心滚进去的吧 是啊 脑袋这么圆 不小心滚进去 非常合理啊 但事实证明 考古学家终究还是 太天真 太善良 1999年呢 营区又发现了一件 带有人头的铜眼 巧合 一定是巧合 没错 不信咱们测一下 想着想着 他们就背积一粮 顿觉毛骨悚然 本着科学探索的精神 就取了一小片骨片 来检测一下 结果显示 头骨的钙质 严重流失 也就是说 这颗头是蒸过的 钙质都蒸出去了 此时此刻 见多识广的考古学家 还是被商人给教育了一波 都说商人残暴 没想到他们这么残暴啊 不过大家不用太担心 这玩意呢 应该不是用来吃的 这商人又不是汗泥巴 哪有那么好的性质 鹰须出土过一片特殊的甲骨 它是一片人头骨 上面的这些小点点呢 这就是头上的毛发孔 是不是有点头皮发麻呢 所以商人蒸人头 可能只是用来制作别的东西的 蒸呢 只是一道加工工序 除非是你太天真 太善良了 我们来说回鹰须亡灵 鹰须亡灵发现了大型的墓葬 大量的训狗 训人 生人 但是很遗憾 发现的随葬品并不多 因为都被盗墓贼给掏空了 也不知道这些盗墓贼偷东西的时候 看到训人怕不怕 唯一幸免的是不在亡灵区的 商王后富豪的墓葬 让我们有幸见识到了 商王室的排场 买我这节课的小伙伴 对富豪应该都很熟了吧 她是商王武丁的三位王后之一 也是一名功勋爵朔的女将军 曾经多次领兵打仗 人数最多的一次 领兵1.3万 这个在三千多年前 可是超大规模的战争了 那去打谁呢 当然是去打伤人 不 去打枪人了 富豪墓的规模呢 其实并不大 南北长5.6米 东西宽4米 深7.5米 而且还没有墓到 跟亡灵区动辄几百平的亚兹性大墓比起来 就显得非常的寒酸了 不过山不再高 有先则明 墓不再大 没到就行 没被盗的富豪墓呢 出土了铜器468件 重达3250斤 鱼器755件 石器63件 宝石制品47件 骨器564件 象牙器品三件 即残片两件 陶器11件 磅器15件 红螺两件 阿拉伯售备一件 即货备6820多个 这些器武啊 不仅数量多 而且极尽奢华 随便拿出来 那都是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比如说 上古原雕玉器的顶级杰作 贵作玉人 河南博物院的九大镇院之宝 青铜孝尊 首批禁止出镜的超级国宝 欠绿葱石象牙杯等等 尤其是这件造型极其优雅 雕工极为精湛的玉凤 这很有可能是 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家河语器 比富豪都要大个1000多岁 这说明呢 早在3000多年前 尊贵的商王室成员 不仅坐享最奢华的物品 甚至都已经开始搞古董收藏了 比起那些奢华的随葬品 富豪墓的特产 就多少有点寒酸了 驯狗呢 只有六只 驯人就更不行了 才仅仅16个 还比不上M1001 M1550的领头 在血腥的阴虚 其血腥程度 简直是不堪一提 看过了商王室贵族的墓葬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商代普通贵族 或者普通人的墓葬 商人社会的基本单位呢 是由血缘关系构成的族 族人死后啊 都要葬在族墓地里 这就是一片商代族墓地 可以看出来啊 一个墓里面也分混得好的 混得不好 所以族墓地里 也有中字型大墓 甲字型大墓 和不太欺人的小型土坑墓 在族墓地里 只要不是混得特别差的 腰坑驯狗和驯人生人 这应许两件套 可以说是都不能少 那就像是我们穿衣服一样 只要不是混得特别差的 那都得穿点衣服 所以呢 驯人生人 在商代呢 不仅是从二里港延续下来的 而且是全民性的 各级大小贵族 以及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民众 都不会孤零零地死去 甚至 但凡碰到点打仗啊 盖房子 这种人生大事 都得杀个人 驻驻性 所以啊 三千多年后 当我们漫步在英雄遗址之上 还能够看到 大量被丢弃在墓葬 地基 车马坑 祭祀坑里的雷雷白骨 比如说这位 三千年后 仍然保持着战斗姿势的武士 这位被砍掉双腿 仍然在奋力往外爬的人生 以及这位被拦腰斩断 但怀中还紧紧抱着一个幼儿的男子 商朝大规模的杀人殉葬牺牲 很大程度上 是出于他们浓厚的鬼神信仰 他们虽然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 但在大自然江下的干旱 洪涝等灾害面前 依然显得渺小而无力 他们选择了通过祈求神明祖先的保佑 用牺牲生命的方式去安抚鬼神的愤怒 从而维护自己的统治 我们不知道这种用恐怖来打败恐惧的魔法 有没有消除鬼神的愤怒 但它确实引起了人类的愤怒 大约是在公元前1046年 一支和羌人有血缘关系的部族揭竿而起 连同羌人以及其他被商族人残暴对待的友军 在一个夹子日的清晨覆灭了商朝 这个带头反抗的部族就叫做周 史书记载 那一天呢 商周王自焚而死 成为了大商最后的生人 从此 训人生人的现象 在我国墓葬中大范围消失 训人呢 很快也沦为了野蛮落后的代名词 不论我们怎么评价商周之间的这场战争 至少从墓葬史来看 周人的确抹去了商人墓葬中血腥野蛮的那一部分 让墓葬从一个恐怖空间变成了一个更理性的空间 关于商和周的区别 孔老夫子有过一段很精辟的总结 因人尊神率明以弑神 先鬼而后礼 周人尊礼上师 弑鬼敬神而远之 所以周代跟商代很不一样 虽然也拜鬼神 但是更重视人间秩序的构建 也就是所谓的礼 而不是让鬼神来破坏人间的礼法 当然了 这种改变的也不是瞬间就能够全部实现 从墓葬的角度来看 最起码分了两步走 第一步是废除残暴的人迹人训 第二步是建立礼乐制度 先说废除人迹人训 虽然西周目前还没有发现亡灵 还延续了二厘头和二厘岗 没有亡灵大墓的优良传统 但是在西周的三大政治中心 周园 这个是周人的发想地 在今天的陕西奇山一带 丰浩 西周的首都 在今天的陕西西安一带 成州 西周的东都 今天的河南洛阳一带 都罕见有生人训人 哪怕是王姬之外的其他分封的诸侯国 这些诸侯国的墓葬都同样罕见训人和生人 比如说目前发现的墓是规模最大的西周早期墓葬 湖北一叶家山M111 墓主人为曾侯康 比曾侯仪早了个五百年 曾国是正儿八经的激性诸侯国 跟周王氏是本家 这座M111共出土铜 原始祠 玉 七木 金 象牙七五 两千八百余件 其中铜顶多达二十件 铜轨多达十二件 可以说是非常豪华的一座墓葬 但是训人和生人的数量是零 但西周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训人的 只不过这些训人的墓葬 也多半会有腰坑训狗 所以这些训人的墓葬 很可能是属于殷商移民的墓葬 说明周人废除训人 还是很有成效的 我们再来说这个礼乐制度 这个也就是用一套封建等级 和相关的制度来建立秩序 从而彻底摒弃商人的那套 阴间的杀戮习俗 简称就是周理 孔子是无比崇拜周理的 据说周理这本书 就是孔子的偶像 西周早期伟大的周公诞 鸡蛋写的 礼制就是他定的 但是从墓葬来看 这事有瑕疵 因为墓葬里边的随葬品 告诉我们 西周早期压根没有成熟的礼制 要到西周晚期才逐渐成熟 孔老夫子对他的偶像周公 估计还是高看了一点 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出来 西周早期 哪怕是进入了西周中期 墓葬里边的青铜器的组合 都是比较随意的 首先 这气形长得就不一样 有圆的有方的 其次 这里边的大小变化 也不咋讲究 没有说让人一眼看过去 就很舒服的等叉数列 然后 这个文士就更不用说了 很不同意 只有到了西周晚期 才变成这种排排座 吃果果的 乖巧对形 气形统一 文士统一 大小变化 赏心悦目 这就是列顶制度 按照规矩 把一定数量 一定造型的顶 按照大小 进行有序的排列 列顶的一般还要和 这个鬼搭配使用 鬼呢 也要排列的 整整齐齐的 然后通过器物的数量 组合方式 器物中的盛放物品 比如说多少牛 多少羊 等等 来表现目主人不同的身份等级 具体点说 就是天子使用九顶八轨 诸侯七顶六轨 大夫五顶四轨 氏三顶二轨 或者一顶一轨 就像这张图一样 形成了一个非常清晰的 倒金字塔形状 这我熟啊 我就那个定案 这就叫理性 这就叫规矩 再也不用以杀人的方式 去敬献鬼神 显示自己的权威了 还可以把人与人之间的等级 划分的更清楚 这种理智呢 通过文字去固定化 通过器物去物质化之后 就宣布了 谁也不能够胡来 当然了 在木造中呢 除了几顶几轨之外 对棺果用几层了 边中用几面了 车马用几架 预器用什么配色 都做了严格的规定 但是这种强烈的理性 极度的制度化 也有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太繁琐 太死板了 想让大家都规规矩矩的照办 难度太高 尤其是对那些距离周王 上千公里的风口来说 想让他们世世代代 都照着这么一套规矩 在坟布里而乖乖的躺着 那是想的太美了 你很难保证 有些人不会偷偷的见阅一下 毕竟哪个有点野心的人 他不想加个顶加个鬼 甚至我们可以看一下脑洞 那些本来还很遵守规矩的人 假设是西州的某个大夫 按照规矩应该随葬五顶四轨 但是他混得差 封地里边收成不好 又闹饥荒 自己又不好理财 又是突然暴毙 整不出五顶四轨 咋办呢 要知道 这整不出五顶四轨 它也是坏规矩 这种事情呢 并不是没有可能发生 比如大名鼎鼎的九年魏鼎 就记载了 举博 注意啊 这是一个博 他要去参加周王的典礼 但是这个举博不知道是咋混的 居然很穷 没有很好的马车 那就用一片封地 跟另一个人换了一套马车 造成了土地流软 你看 为了遵守这个规矩 可能就不得不打破另外一个规矩 到最后 那就没有什么规矩了 所以啊 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 周里这一套封建制度 不仅在阳间很难长期推行 在阴间也是如此 周代墓葬显示 以九顶八轨为代表的墓葬制度 在西周晚期成熟 但很快 周王室就出师了 墓葬中的礼崩越坏 也变得势不可当了